羊肉片跟著鍋底一起大火快炒 再倒入湯頭熬煮 排隊評價火鍋店 這肉片用的確是蟲組肉 在櫃檯大辣辣掛出告示 配合食藥署規定 挑明自己的雞肉羊肉為蟲組 黃豆也使用基改產品 訝異的是客人一樣上門 好像都沒怕 只有新聞報出來的時候 然後才會比較恐懼 然後會去反應去 那如果當新聞沒有報導的話 好像就也都OK 看到的話我就不會進去吃了 我自己是對食安的問題很不信任 店家跟消費者兩方面都非常勇敢 消費者看到這樣子的雕示 甚至於外面還是這麼多的人 支持這樣的店家 而且還大排長榮 其實對於我常年都在推廣食安的教育的人 其實我真的還滿心寒的 我愛一個低脂牛 不好意思 我們低脂牛是組合肉 如果您要吃的話 我們建議吃培根 培根牛開始全部都圓肉 依規定告知消費者 其中市面上的羊肉雞肉片 百分之百都是使用組合肉 業者坦言即便知道還是有人會點 因為一盤下來平均少四五十元 成本考量已經勝過品質要求 七成左右吧 大概是滿高的 上班族或者是圖方便的 快速便宜的人比較多 一張告示牌顯現出店家勇敢的堅持 和消費者的無所畏懼 食安問題不見改善 因為對大多數台灣人來說 這四個字恐怕就只是新聞標題而已 簡靈音為李沛軒的報導